把它放進來就OK 第二個一樣插入一個 那這個圖的話 當然你可以從這邊找到這個 子母有沒有這個有個子母 圓形圖嘛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另外一個方法我習慣是 右下角這邊有個查看所有圖啦 那一樣你可以所有圖裡面的話找到圓形圖裡面 一樣這邊會出現一個叫子母圓形圖 然後你就選擇它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題目當然有要求幾個其他的部分 包含就是說呢 他再來就是要套用那個什麼 樣式12關閉圖例 上面的話就會出現那個樣式 圖表樣式那我們找到第12個 所以它橫向2468剛好就最後一個吧 第12個點一下OK 然後關閉圖例 圖例的話其實是指什麼 下面這個吧 那怎麼關閉還記得吧 圖例的話是加號 這邊有個圖例打勾取消就可以了 就沒有圖例的OK 然後呢再來的話呢 他說圖表的部分 哇要設定這些啦 這其實蠻麻煩的 然後要把這個 圖表區 做成漸層填滿 而且它這個地方的話還要在一個開始結束的地方要設定這一些 而且它的RGB要分別填上正確的 那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設定方法喔 首先的話我要知道什麼叫圖表區啦 那圖表區指的是這一塊 你如果要放上去他這邊也會 跟我們講說我們的圖表區 那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找到那個什麼呢 繪圖區殼格式 那這邊的話呢 如果要填滿的是什麼 他要填滿的是一個 所謂的那個漸層填滿 這邊漸層填滿 所以呢我們就找到 這個填滿顏色的話一定就是油漆桶 要找到漸層填滿 那你可以看到 漸層填滿底下這邊就有很多個節點 那特別注意喔這個節點的話他只要 第一個 跟最後一個 所以呢你必須要先把 第二個點一下 然後這邊有個移除 這個嗎 移除漸層 這個要移掉 這個要移掉 所以只有兩個喔 OK先這個把它點一下 移掉一個 這個再點一下 第二個也要移掉 OK 所以漸層要兩個 總共有四個點對不對 他要先把 第2跟第3移掉 然後呢再去設定什麼 設定第1個 所以再點一下第1個 那第1個的話呢 他要設定的顏色 要跟他講一下 顏色在色彩的地方點一下 那他給我們的並不是什麼顏色喔 而是 三個顏色 RGB 對不對 所以呢 請你找到 其他色彩 其他色彩點下去 有RGB 對不對 所以要分別把 這三個顏色填上去 這個 開始的地方的話 就是154 195 246 所以這個要把它填上 154 所以這個154 然後再下一個就195 然後再來就是 246 是不是 246 這個 246 好那這個 開始部分就OK了 所以把這個設定完之後按確定 記得數字不要填錯喔 那結束的話是最後一個 所以再點他一下 記得點這個節點 然後再點這個 其他色彩 那一樣呢 把他後面的這三個填上去 這三個就225 236 251 所以 老師 是 你是不是點到繪圖區了 對我點錯 是不是 喔 那應該是 外面這一個 那如果你講是點錯的話 記得喔 這邊 Ctrl Z 剛剛點錯了 所以應該是 題目是說 圖表區 圖表區 所以記得喔 點錯的話 應該是點外面這一個啦 不是點裡面這個 裡面這個是繪圖區 外面這個才是圖表區 那我建議喔 如果假設你剛剛做的 動作喔 不正確的話 假設考試喔 一定要Ctrl Z 把它全部都 回到 最前面的地方 OK 然後再開始做 這個我這一段影片 先把它 再來接著喔 點這邊一下 記得先確認一下 它是圖表區 對圖表區 所以 可能要看一下上方一下 然後一樣漸層 那剛剛做的 就這兩個節點先拿掉 然後再把第一個節點裡面的顏色 其他色彩 分別再填上去 這個比較麻煩就把這個 154 195這個 把它填上 154 然後195 然後246 然後填上去 確定然後再來後面這個的話呢 再其他色彩 然後也 再把它顏色填上 這個是 225 236 然後最後 236 然後 251 OK OK 按確定 OK 其實它就是要 考你會不會 增加節點或 移除節點 所以剛剛已經移掉兩個 設定兩個之後 再來的話呢 就是要再增加節點 所以它底下 它說呢 以50 50就中間的地方 再增加一個 再增加一個 然後呢 把它顏色改成 193 216 248 所以喔 那怎麼增加節點 有沒有看到 刪除的 左邊這邊有一個叫 新增對不對 那按下去剛好就中間 就一半 就是它講的50的位置 OK 記得不要移動它 不要移動它 因為它剛好就50的位置 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把它的色彩 加上去 它的要求就是說 193 216 所以這個193 然後216 216的預設就有了 最後的話呢 就是 248 少一個 248 OK 好 這樣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完 這個 我是覺得這個難度會比較高 主要是 第一個要先確定是圖表區的位置 第二個的話就是 把那個 漸層填滿的部分 這邊一定要選漸層填滿 然後呢 移掉兩個之後 設定第一個 跟設定最後一個 然後並且增加一個在中間 這個50的位置 好 那這樣的話 理論上應該 應該就完成 他要的 這個效果 OK 那圖表區完成之後 再來就是框線 框線的部分 它要圓角 然後框線色彩要 把它改成 深藍色 23PT 所以第一個啦 框線其實 不難 剛好就是在 填滿的下面 我講過我習慣是把填滿先把它收折 然後找框線 那框線的話呢 他希望是 要是圓角 所以呢 特別注意 他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 這個 設定呢 你一定要找到那個圓角的部分 喔 這邊圓角在這裡 下面這個 然後再來的話呢 他要是 3PT 然後深藍色 所以這邊改3PT 然後 他要是深藍色上面有顏色 改深藍色部分 OK 好 所以圓角有了 然後3PT 看到了 然後最後顏色是深藍 那OK了 這樣的話就完成 這個框線的設定了 框線部分 好 所以這個圖表區部分 就 看到是這樣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在增加什麼 圖表標 標題就是 總銷售數量 然後並且加上那個 這個 標籤 然後要是 終點內側 然後換行 OK 所以 最後的話呢 就是再加上標 標題 標題部分 本來就有了 所以這個標題的話呢 他要的是 總銷售數量 這本來就是 已經有了 如果本來就有了 你就不要去動它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 標籤的部分 標籤部分的話呢 要終點內側 所以標籤預設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增加標籤的話呢 我的習慣是按滑鼠右鍵 這邊就會出現 資料數列格式 出現了 然後標籤的部分的話呢 一樣是在 不過在這裡的話 按右鍵 更正一下 一樣是在那個剛剛的 這個位置 這個點擊 在這裡 資料標籤 他要是在哪裡呢 他是 終點內側 所以你選擇 終點內側 這個點擊 這個點擊 OK 那只是說呢 如果你要變更 他的上面顯示的內容 他上面顯示的應該是什麼 他上面顯示的 是他的銷售數量 可是呢 題目要的好像不是銷售數量 他要的是什麼 資料 顯示什麼 類別名稱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有一個 類別名稱 與值 有沒有 類別名稱 所以這兩個要把它變一下 原來 他不是要說 名稱跟值 所以怎麼變動 這個我的習慣是 設定的部分 我覺得比較有 要特別注意 按滑鼠右鍵 先點一下 全部都顯示 按右鍵 資料標籤格式 然後你可以看到 就在這個地方會出現 資料標籤的格式 然後我只需要怎麼樣 把那個 這個原來的什麼呢 他原來顯示的是 值 那 多改 多打勾一個 這個要什麼 他要的是 顯示 類別名稱 所以把類別名稱打勾 類別在這裡 OK 但是目前類別的名稱 跟原來值 他會變成就是說 左邊右邊 可是他現在是希望換行的話 那你可以在底下這邊 找到有一個叫什麼 分隔符號 然後找到換行這裡 所謂的換行就是說 你希望讓他變成 一個上一個下 看一下是不是這樣 換行 對 有沒有一個上一個下 這樣的話就是類別名稱加上尺 對OK了 其他沒講到不要動 反正就用預設的 好 那其他就是什麼 終點 是不是終點內側 他這個應該 對 終點內側 所以預設就是 終點內側 不改 不過像我一般習慣 就是如果像這種 蠻常會用到終點外側 就是把它放在外面 但是以這個來看 終點外側 好像太 太外面了 所以反而是用終點內側看起來比較OK 但是 比較 看起來不舒服是因為那個字 他是黑色的 如果你剛好那個 像這個是深藍色 就會感覺這個字 跟底色好像太接近 會看不太清楚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 把那個資料標籤部分 也把它設定上去 記得按右鍵 資料標籤格式 這邊設定 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漏掉 我剛好漏掉那個位置 他是要 放在哪裡呢 放在C1 跟J12這個 範圍 C1 在這裡 J12 所以記得 J12這邊可能要 調到剛剛好 J12的這個 這個區域 這個儲存殼的上方 這樣就OK了 那其他的話 再來什麼 最後還有一個1 這一題真的還蠻多的 立體 把它套用什麼呢 套用那個上方浮凸 圓形浮凸效果 所以如果要把這個改成 立體浮凸的效果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這個應該是在 按滑鼠右鍵 一樣 這個整個圖表的一個 格式 格式 這邊可以 那理論上應該是這邊有立體格式 立體的話 他這邊應該是 要我們做 立體格式的上方浮凸 不是 他應該是資料數列格式上 再加上那個 最後這個 3E的部分 記得是點 這個 這個 外圍 這個 圓形的部分 然後找到 效果裡面的那個立體格式 他是要上方浮凸 然後點選這個浮凸的第一個圓形 OK 這樣的話 就完成了 OK 所以 這個 功能 裡面其實考得還蠻細的 以這題來看 好 那 相關的那個截圖 還有畫面 我把它放在那個 這個 雲端 上面 各位參考一下 哦 就是 人心上處 來看